外长您好 中心社记者提问 那我们想了解中国外交如何更好的服务中国是现代化 还有呢就是外界有些声音或是担忧中国的营商环境 甚至是唱衰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我们想了解对此您有哪些回应 谢谢 大家都知道 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速 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 中国发动机仍然强劲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几个新的趋势 首先中国的发展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 还有质的有效提升 我们看到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绿色转型成果斐然 社会预期稳步改善 新制生产力 加速行传 其次中国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 正在向全球展开 新需求新业态爆发式的出现 自身发展和对外合作的空间都在迅速的拓展 第三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中国关税的总水平已经降到同世贸组织发达国家大体相当的水平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缩减到31项以下 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 服务业的开放在加速推进 外商投资收益率仍然名列世界前茅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更离不开中国 畅筛中国必将反食自身 误判中国就将措施尽余 经济外交也是对外工作的重要的内容 我们将继续推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的举措 包括更多的支付的便利 我愿意告诉大家 从3月14日起 中方将进一步对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 卢森堡六国 实行免签政策 我们希望更多国家也给予中国公民签证的便利 我们共同来打造跨境人员往来的快捷网络 推动国际客运航班加快恢复 让中国公民说走就走 让外国朋友宾至如归 我们还想组织更多的驻华使节地方行 为地方企业开放合作搭建更多的桥梁 我们愿意配合主管部门 推动商签更多的高标准的自贸协定 扩大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维护好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数据链的稳定长度 我们还想合理办好 进口博览会 服务贸易博览会 消费币博览会 供应链博览会 等多边的国际的合作平台 来优化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为各国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 带来更稳定预期 更长远的利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